搜水油事件是越來越嚴重 而這次揭發搜水油黑幕的 其實是一位不識字的屏東老農夫 他就住在郭烈城地下郵航的附近 曾經五度向屏東縣政府檢舉 卻沒有下文 所以他乾脆靠自己花錢買監視器 主動搜證 還特別跑到了臺中向警方報案 才揭發了這起黑心油事件 油槽裡全是儲存的搜水油 穿著白色上衣的郭烈城 和女員工拿著黑色帆布 蓋住剛運來的劣質油 漏液加工之後 油罐車再把提煉過後的成品油 灌進油桶準備出貨 現場瀰漫奇怪的惡臭 員工還把清洗完的烏油廢水 直接掃進一旁的灌溉溝渠渠 稻田殃苗全遭殃 郭烈城和女員工趁著晚上還打開油槽 裡頭全是混濁的白色液體 都是回收的廢油 拍下畫面的是一位六十歲的農夫 他就住在郭烈城的隔壁 因為惡臭他首當其衝 檢舉說他隔壁有一個 在製造收水油 那我們在十八號的時候 就下屏東跟農民接觸 雖然拍下影像證據確鑿 不過他三年前開始 先後五次向屏東縣服舉報 不過縣服人員上門 不是吃了閉門羹 就是沒有直接證據 農夫自己花錢買監視器 長期蒐證 再把證據交給臺中警方 剛好那個地方的制高點在附近 是有一個割舍 那我們借用割舍 樓上來進行蒐證 而臺中一分局遠景人的日曬重咬 在割舍監控 終於取得犯罪證據 也終於揭開這樁十安醜聞 老農夫不願透露身份 不過三年多的堅持 也揭開了十安黑幕 記者林建成賴士傑 台中報導